中国国家海洋局集地研究中心所属科学考察船雪龙号和雪龙二号 圆满完成了历时183天的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 凯旋归来 雪龙双船于4月22日返回上海外高桥中国极地考察基地码头 据悉2019年10月22日 雪龙二号正式加入南极考察序列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极地考察破冰船首次组成编队 从上海出发赴南极考察 这是中国继首次南极考察实施双船作业后 时隔35年再次以双船作业模式远征南极 据介绍在此次考察中 考察队不仅在南大洋关键海区全面实施业务化观测工作 开展了生物多样化 海洋酸化 微塑料等监测 还完成了南极泰山站工程的收尾和能源设备的连条连试 以及停机坪施工等配套后勤设施建设 3月30日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相继驶离南极迪蒙迪威尔海后 外高桥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返航时间和船方需求 4月20日 外高桥边检站会同上海市口岸办 连检单位共同召开专题协调会 就雪龙双船人员入境手续办理 集中隔离 登船采样检测 分流转运制定了详细的闭环管理方案 并进行了实地推演和现场部署 确保此次科考队员船员们于4月22日 靠拨集地中心码头后 第一时间迎接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本集中心码头后